二战结束后 同盟国在东京设立法庭 审理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 按照美国制定的审理程序 战犯们是否有罪 要按照英美法系 由盟国检察官与被告辩护律师 进行现场辩论来决定 这一规定使得双手沾满鲜血 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们 看到了一线圣级 他们聘请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庞大律师团 摆开阵势 要与盟国检察官们一举胜负 那么面对陌生的审理程序 和气焰嚣张的对手 中国方面将委派何人前往东京 担当将最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 绳之以法的重任 他们又将遇到怎样的难题呢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 向哲骏之子 向龙万教授 为您揭秘第二集 东京亮剑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昨天我们介绍了 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 法庭结构 还有审理的程序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 是战胜日本法西斯 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也是受害时间最长 牺牲最大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平民伤亡 超过三千五百万人 按照1937年的货币价值 中国直接损失 大约是一千亿美元 而间接损失 更是高达五千亿美元 所以东京审判当中 涉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 也是最多 中国人民特别希望 东京审判能够伸张正义 把日本法西斯元凶 绳之于法 为数千万受难的同胞 申冤 1945年8月29号 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从9月11号起 一方面开始逮捕 战争犯罪的嫌疑人 一方面加紧组织法庭 10月22号 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 致电外交部 电报是这样说的 美国外交部 请中国推选五名代表参加 代表最好是能够通晓英文 选出的这个五个代表 将和盟国的其他国家代表 一起参加组建法庭 由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各国都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 所以这个选派人员进行很缓慢 为了及早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盟军总部又要求各国 先派一两个人 尽快组成法庭 所以12月7号 外交部在五名候选人当中 和选向德俊 梅鲁尔两位法学家 作为我国的代表 那么为什么选择他们两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要从他们两位的特殊经历说起 那么我父亲是作为中方的检察官 他是湖南宁乡人 出生于1892年 1917年 我父亲从清华学堂学成以后 被选派到美国深造 先后在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 1919年 国内是五四运动的期间 他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代表 和在美国的各界爱国人士一起 反对日本侵占山东的无理要求 1925年 我父亲回国以后 先后在北京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法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1927年转入司法界以后 先后担任司法部的和外交部的秘书 苏州地方法院的院长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 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等职位 我父亲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的时候是53岁 再说说梅鲁奥法官的情况 他是江西南昌人 生于1904年 他也是从清华学堂学成以后 被选派到美国深造 他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 取代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1929年回国 先后在山西大学 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这些学校任教 潜心教学和法学研究 那么从1934年起 他又担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 曾经代理立法委员 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法官的时候是41岁 由于我父亲和梅鲁奥两位先辈 都是学贯中西年富力强 有从事司法活动的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熟悉东京审判 所遵循的英美法的体系 选择他们两位是非常恰当 在以后的审理过程当中 的确是不辱使命 接受任务后 向哲俊带领助手率先抵达东京 他们首先面临着两个棘手 却有无比关键的问题 战争罪行的追溯日期和战犯名单的确定 这两个问题将决定哪些人将接受审判 还将影响他们的量刑结果 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 中国检察官有着怎样的观点 他们的距离力争对最终的审判 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之子 向龙万教授继续为您揭秘 第二集 东京亮剑 1946年2月7号 父亲和第一任秘书求少恒先生 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到达东京 一个月以后 梅如奥法官在1946年3月20号到达东京 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 他们两位怎么不一起去东京呢 这是因为东京审判根据英美法的审判体系 检察官和法官必须分开独立开展工作 而首先开展的是检查起诉工作 所以检察官需要更早的到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在5月初开庭 在开庭以前还不到三个月 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 他们有两大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 日本甲鸡战犯的罪行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齐 从什么时候算到结束 这个时间非常重要 因为日本战犯在它发动侵略战争的不同的阶段 他们作为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全程参与 有的是在某些时间做出 侵略罪行 旗旨的时间怎么计算 涉及到实施者实行责任的追溯 由于1945年9月2号 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 所以日本战犯的罪行 结束什么时候到为止呢 就是到1945年9月2号 这点没有分歧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齐 这就有不同意见了 有的人认为 应该从1941年12月7号算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天 日军偷袭珍珠港 紧接着日军侵占马来亚 菲律宾 香港 上海公共租界这些地方 从此 日本对外侵略变为世界大战 12月8号 日本对英美宣战 12月9号 美国 英国 中国 荷兰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自由法国 这些都对日本宣战 但是也有人认为 日本陷入了中国战场 能源 矿产 严重的不足 为了解决清华战争 日军才偷袭珍珠港 以及随后 偷袭太平洋的各国作战 而日军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 一般说应该从卢沟桥事变开始 所以 有的人认为 1937年7月7号 应该是作为日本犯罪的起始点 针对追究日本假急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 中国检察官认为 卢沟桥事件 其实是1931年 918事变的继续和延长 而918事变发生之前 1928年6月4日 关东军在黄沟屯炸死了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是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 对他国的行政首长进行谋杀就是战争行为 而且证据表明阴谋施行黄沟屯事件和策划918事变的 是关东军的同一批人 所以黄沟屯事件应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 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的同仁 他说对于中国在1941年12月9号以前 从来没有向日本宣战 日中之间并没有处于交战状态 因此从1928年1月1号到1941年12月9号起 这个起诉书里面说的战争罪行 事实上或者在法律上这是不成立的 那么当天下午中国检察官向泽俊就针锋相对 立即予以驳斥 他说辩方历史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 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 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正确定义的问题 然而从1931年9月18号以后 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为 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 包括士兵、平民 再有14年以前 1937年7月7号 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 一个晚上就杀死了数百人 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 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 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 都是非战斗人员 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 如果这不是战争 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从1931年起 在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 日本派兵到全中国 到每个省份 无论日本是否向中国宣战 尽管中国到1941年10月9号 才向日本宣战 我主张这就是战争 父亲这段讲话的视频 我在美国国家大案馆里面看到了 淡定自若 充满了逻辑的力量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开定以前 国际检察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法庭宪章规定的三项罪名 也就是 一 反和平罪 二 普通战争罪 三 反人道罪 要确定哪一些人是日本假计战争的罪犯 根据法庭的要求 由各国向盟军总部提出战争嫌疑犯的名单 经过出选以后予以逮捕 最后由济南检察长会同各国的检察官会商以后 挑选出了28名假计战争战犯 作为被告来受审 这里面包括了 就是和希特勒莫索里尼并列的 法西斯头子东条印记 南京大屠杀的司令官松井石根 策划侵略中国阴谋的反人曾四郎和索贵源贤二 还有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 洪光奎和梅京美智郎等等 从档案材料来看 中国为了提供假计战犯名单 做了很大的努力 有很大的贡献 早在1943年7月15号 中国就成立了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 其中之一就是确定日本的战争罪犯名单 远动国际军事法定成立以后 中国第一批提出的战犯有18名 除了关东军司令本庄凡自杀以外 余下的17名 其中有9名列入假计战犯的名单 占53%超过了一半 1945年10月 蒋介石曾经首书上述名单 并按照他心中的次序 在这个18名当中 签点了前面的12名 这个12名嫌犯当中 最终被起诉的有6人 占28名被告的21% 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定的名单中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排在了首要的位置 他是制造918事变 挟持溥仪 建立维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等 一系列行动的幕后黑手 向哲骏代表中国政府 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 土肥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中心人物 对这个战争元凶必须加以严惩 特别要指出 日本投降的时候 土肥原贤二已经在日本国内了 因为他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国进行的特务活动 并不张扬 所以开始没有列入被告 正是由于中国检察官的力争 才把这个在中国罪恶累累的特务头子 最后逃脱不了上历史绞刑架的命运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国际检察局的首次亮剑 中国检察组出路锋芒 鞠躬至尾 那么紧接着他们的任务就是开庭以前撰写并且提交起诉书 起诉在任何诉讼案当都是极其重要的步骤 只有原告的起诉书 成递给法庭 并且为法庭接受以后 案件才开算成立 所以这个法庭相应的审讯程序也才能开始 1946年4月29号下午 纪南检察长向韦伯庭长为首的 11名法官递交了起诉书 11名检察官在最后的一页一一签名 这里面纪南检察长名列第一 第二位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起诉书的前沿严正指出 本起诉书所提及的年月间 即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 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是由一个犯罪的军国主义集团 所控制和指使 这些政策是造成严重的世界混乱 历次侵略战争 并且使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以及日本人民自身的利益 均受到极大损害的原因 一种自称日本民族比亚洲各民族 甚至比世界各民族都要优越的思想 一贯有系统地毒化了日本人民的意识 这段话不算长 但是他深刻地指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犯罪集团的实质 今天读来还是发人深省 那么起诉书有什么具体内容呢 一共对被告提出了55项罪状 其中有些是对全体被告提出的 有些则是对部分被告提出的 这55项罪状又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从第一项到第36项 是反和平罪 第二类是从第37项到第52项 是杀人罪 第三类从第53项到第55项 是其他普通战争即反人道罪 中国受害时间最长 牺牲最大 中国检察官理所当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 我父亲晚年在一次谈话当中 曾经回忆这么说 作为检察官 我参加了对战犯罪行的起诉工作 大量人证物证表明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是禁诸难输 令人发指 起诉书于1946年4月29号向法庭提出 列举了55项罪状 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44条之多 由于当时人力稀缺 我父亲起草以后亲自打字 那时候我很小 但是父亲回国取证 并且打字到深夜 第二天又匆匆忙忙赶到机场去东京 这样的情景我还是留有深刻的印象 他当年所用的打字机 现在还保留在上海福寿园的人文纪念馆 随着起诉书的完成与提交 为期两年多时间的东京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审判 由于法庭对被告实行无罪推定 这也就意味着正义能否得到伸张 完全取决于各国检察官能否找到有利的证据 二战期间 中国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 受害最深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 按说犯罪证据应该比比皆是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开始阶段 中国检察组在寻找证据方面 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骏之子 向龙万教授 继续为您揭秘 第二次东京亮剑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探案讲法 这次审判采取英美法系 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 才能给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定罪 然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 却对此缺乏了解 对这次审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导致中国检察组的工作 一度陷入被动 时隔多年之后 当时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秘书的 裘绍衡 对当年的困境 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南京政府 对这个审判什么是 一无所知 没有什么指示 也没有关照说 你们要带些什么材料 那个时候南京政府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下个我两人呢 更不知道 就这么两人去了 向哲俊率领的中国检察组 抵达东京的时候 离开庭只剩下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搜集审判所需的大量证据 成为他们面临的燃眉之急 中国虽然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 牺牲最大 但是时间很匆促 手中的证据并不多 我看到4月8号梅如奥先生日记 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明思就是我父亲的字 明思说这几天很感痛苦 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 而论理说 清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 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的 我父亲到东京以后的第四天 也就是1946年2月11号 立刻发电报到外交部 提出急需证据的要求 2月21号 我父亲再一次打电报给外交部 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外交部和其他各部门进行了积极配合 2月25号 法官秘书罗继一到东京 携带了许多文件 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 也积极参与搜集日军在当地暴行的证据 中国检察组在等待国内证据的同时 也采取主动的措施 3月中旬 父亲和秘书邱绍恒先生 陪同济南检察长回国 到上海 北平 重庆等地调查举证 在整个检查的阶段 寻找证据的工作 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遭受侵略时间长 起诉所需的各种证据 浩如烟骇 向哲俊和邱绍恒 不得不在中国与日本之间 多次穿梭往返 调查取证 面对繁重任务 只有两个人的中国检察组 时常感到捉襟见肘 尤其让他们感到焦虑的事 由于日本侵略者在投降前 有预谋地销毁了大量罪证 使得起诉所需的一些关键证据 依然趋势 这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血债累累的 日本甲级战犯逍遥法外 那么随后又有哪些人加入了中国检察组 而中国检察组在寻找证据方面 又取得了怎样的突破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二战结束后 中国检察官前往东京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起诉 却在取证方面遭遇了难题 那么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邀请到的重量级证人 前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出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下期节目中 上海交通大学向龙曼教授为您揭秘法庭上的战争